二零一二平地原住民立委選區 許多老牌的戰將想要爭取連任 不過許多現任立委 在上一件選立委的重要 扶選幹部自己也出來選了 全國平地原住民人口 大量集中在花蓮跟台東縣 幾位政壇上的熟面孔 如果不是花蓮人 就是台東人 占有地原的優勢 看看二零零八年的立委選舉 台東都南部落出身的廖國棟 第一高票當選 總票數兩萬票出頭 不過光是在台東就得了九千三百三十票 台東人的票占廖國棟總票數的百分之四十六 同樣也是台東關山鎮出身的林鄭二 當年第三高票當選 在台東也拿下了六千一百三十七張票 台東縣的票占林鄭二總票數的百分之五十一點五 林鄭二過半的票都來自台東 讓他順利當選 就算是資深立委洋仁福 在台東也只能拿下五百七十一張票 相差懸殊 那這個就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原住民在投票的行為上 某種程度 大家他有地域性 就是說他是我們花蓮人 他是我們台東人會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廖國棟林鄭二的比較高的票都在台東 那楊人福比較高的票是在花蓮 平田原住民立委選區涵蓋全國選區遼闊 出身台東曾經有過多次立委選舉經驗的蔡忠涵表示 地緣跟原本的親友團 的確是候選人的優勢 不過看看二零零八年 已經蠶連四屆的資深立委洋仁福的票 大量集中在花蓮縣高達九千九百二十三票 連當年低高票的廖國棟在花蓮都只能拿下一千零九十三票 第三高票的林鄭二在花蓮只能拿下一千三百九十四票 出身花蓮瑞穗的洋仁福的票的確展露出地緣人脈的優勢 只是洋仁福正式宣告不再競選連任 全任福選自己的外甥 現任省府秘書長鄭天才 有沒有可能完全接收洋仁福的票呢 但是我們要考慮就是說二零零八年到今天 已經隔了好幾年了 那好幾年的這個人的變動 有很大的變動 所以我想要很順利的要轉移到某一個人身上 我想並不是那麼容易 除了人事的變動 再加上二零一二年十位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選人中 出身花蓮的候選人就有七位 許多現任立委過去的競選幹部也紛紛自己出來選 已經擁有基本票源的現任議員 對想要連任的現任立委形成壓力 為了開發新的票源 選要轉戰立委選舉的地方型議員 積極開發年輕的選民 上網後週有志者加入 選民投票的標準已經不一樣了 主要是看他目前對原住民社會 有什麼比較主要的貢獻 或者是說主要推動的政策 對原住民比較有利的 對常年已經移民都會區的選民來說 也有人認為地緣不重要 會做事比較重要 這個看他服務的 對鄉民服務怎麼樣啊 服務好的話就好啊 就看他有沒有這個能力啊 連任過五屆立委 現在轉型成學者蔡忠涵認為 2011的選民已經跟2008年的選民 已經不同了 不管是都會區或是原鄉 除了講求人脈感情 血緣地緣 會使用網路和媒體 曝光度高的政治人物 也可以獲得選民的青睞 所以今年的選情 的確已經出現前所未見的激烈競爭 現任的現議員 那現任的現議員 他們有一個說 我們的同事有一個人出來 有一個同事出來 那同事之情 總是要幫一點 這個又會被瓜分到一部分 所以花蓮的票 那是會被瓜分的很慘 平地緣住民立委選區 進入戰國時代 不同年齡層 不同地區 不同族別的選民 到底會把票投給誰 現在誰也沒有把握 只能一雙手握過一雙手 繼續拉票到最後一刻 記者阿里長蘇蘭 五六台北市採訪報導